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到了深夜 菜菜子走在过道上 突然感到一阵凉风 菜菜子不由自主地向下看去 只见楼下站着一个披头三发的红衣女 菜菜子也没有多想 以为她只是附近的居民 第二天上班 那个大姑又是直勾勾地盯着菜菜子 菜菜子很不解 不知道这位顾客想干嘛 下班回家的时候 菜菜子又感受到了一阵凉风 菜菜子下意识地往楼下看 那个红衣女居然还在 而且她抬头正望向菜菜子 菜菜子吓坏了 急忙回家并反锁了大门 妹妹被吵醒后 问姐姐怎么了 菜菜子故作正念地说没什么 第三天上班 菜菜子心不在焉 因为那个红衣女在菜菜子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大姑似乎看出了菜菜子有心事 于是主动搭讪菜菜子 问菜菜子最近是不是遇到了怪事 如果有的话就要尽快处理 菜菜子没有回话 只是点点头 回家的时候 菜菜子不敢向下看了 直接进屋了 接着菜菜子在门口放了两碗食言 希望可以用来驱邪 结果食言真的管用 随后几天 菜菜子真的没有再遇见过那个红衣女呢 没有红衣女的烦恼 菜菜子就更加努力工作 由于菜菜子加班越来越晚 自然和妹妹相处的时间就变少了 直到这天中午 菜菜子刚走到家门口 隐约觉得走到尽头站着一个人 转头一瞧 居然是红衣女 菜菜子惨叫一声 逃进了屋 红衣女又回来了 菜菜子又变得忧心忡忡 明天就是妹妹的生日了 妹妹希望姐姐给自己买一个草莓蛋糕 菜菜子答应了 结果第二天 菜菜子给忘记了 菜菜子向妹妹承诺 明天一定买 但妹妹有点不开心 毕竟今天才是生日啊 妹妹觉得姐姐根本不在乎自己 每天回来的越来越晚 说完 妹妹气呼呼的回房了 这天 大谷突然找到菜菜子 并递给菜菜子一个护身符 原来大谷知道菜菜子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特意给菜菜子求来了一个取血的护身符 大谷还提醒菜菜子 如果自己遇到怪事 家人也许会受到牵连 下班后 菜菜子急匆匆的跑回家看妹妹 乘电梯的时候 菜菜子按了七楼 但是没反应 最后 电梯在八楼开了门 菜菜子非常害怕 确定外面没有红衣女后 菜菜子拿着护身符 憋足一口气拼命往家里跑 下到七楼后 菜菜子不慎摔了一跤 接着 那个红衣女又出现在过道尽头 而且还朝着菜菜子的方向走来 菜菜子迅速爬起来 搜钥匙开门 结果钥匙又不小心掉地上了 就在菜菜子捡钥匙的一瞬间 红衣女闪现过来 抓住了菜菜子的胳膊 眼看红衣女就要把脸贴过来的时候 菜菜子握着护身符喊道 别过来 下一秒 红衣女就消失了 而那个护身符里的食言变成了红色 接着 妹妹开了门 看到妹妹二人无恙 菜菜子一把抱住妹妹说 对不起 以后我会早点回来陪你的 画面一转 一年过去了 在这一年里 菜菜子再也没有遇见过 那个红衣女呢 这时妹妹突然说了一句话 姐姐 刚刚我看到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她的衣服 鞋子 指甲 嘴唇全是红的 妹妹的这句话让菜菜子感到浑身发凉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鱼里解忧 下次再见